哎 老子每天下个蛋 主人家假装没看见 为了报名 老子今天把蛋下了一铺里 你该看得见 找了 找了根本子上的 还说啥子 鹿鸭活着就得有价值 不然就会成为鹿鸭 蒋蛋鸭 北京口鸭等等 我真是 真是被你妈的事 昨天主人家牛穿草害她小四人 她跟我说个菜都穿过菜 她说一直穿着两腿桥 光我是她不问药 我一把一桥老可以桥 我当药妈妈的啥水我滚药 你别笑 小辈子还是不变母药 还是变公药 公药每天拆拆背 每天刷刷水 晚上睡可睡 公药吃得好 每天没烦恼 不是拆拆背 就是洗洗澡 还是变公药 她只管中她不管下 这个枕头 老子小辈子再变母药嘛 绝对不是要咱报处的 哎呦娘 长得 这个枕枕头在当路 老子小宝请看 哎呀 よし よし 好了好了 今天的任务算完吃了 哎 总算到明报住了 若有乃师 一定变公药 哈哈哈哈